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恐怖片 香港第一兄宅 影片一开场 无良的房地产开发商龙套叔 为了拿到罗大妈家的这块地 可算是用尽了下三滥的手段 俗话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 龙套叔一番黄历 发现今儿晚上一栋土千坟吓唬人 于是便派手下把一条死狗挂在了罗大妈的家门口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 罗大妈家有女鬼看家后院 时间不大这俩小子就领了好饭 罗大妈的二闺女小甜甜 从一场春梦中惊醒之后 就打算出去尿个尿 然后接着睡觉 可当她来到门口一看 有人嗝着屁 吓得是花着乱颤的 连厕所都不用去 转场之后 罗大妈的大闺女大眼妹 接到一骚扰电话 大眼妹围了半天 对方也没回应 大眼妹说你呀有精神病吗 有病赶快吃药 甭跟我这吓唬闹 这个时候突然一个小女孩的哭声 从听筒里传出来 声音凄惨哀怨 把大眼妹哭得威兵都烦 大眼妹正找喂药的时候 她那位当水警的老公 大眼哥及时赶到 哎呀要说黄秋生 当年也算是一帅哥 头发也比现在多得多 本来这两口子要去日本度假 但大眼妹突然接到了 她妹妹小甜甜的电话 说那黑心的房地产商 又来捣腕 让她赶快回娘家看 这小两口说着说着就动起了手 简直是虐死单身狗 转过天 大眼妹带着大眼哥 回到了郊区的娘家 两人刚走到门口 就看到风水大师分头哥 拿着个仪器是学梦来学梦去 分头哥说 你们家的房子是坐东北向西南 正对着阳王殿的大门前 一家老小早晚带玩玩 两人一听就吓了一跳 说大哥你不是在开玩笑吗 分头哥说这都是科学呀 你们可不能不信心 随后大眼哥和大眼妹 带着分头哥走进院 分头哥拿鼻子一闻 说这儿的阴气很重 很有可能要出人命 而且你们家正好处在阴阳交界这处 就是传说中的鬼门鬼户 正所谓阴盛阳衰鬼来找 所有人都跑不了 你们家的风水布局 已经完全失控 七天之内如果不搬家 所有人都在丢了命 这小甜甜一开门 大眼哥当时就愣了神了 说几年没见 长得是越来越好看 这罗大妈呀 在得老年痴呆之前呢 是这十里八错出了名的神婆 所以这家里供奉了 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到了后半夜 房地产商龙套叔 又派手下来捣乱了 刚好被瞎溜斗的大眼哥一看 这双方一交手啊 大眼哥很快就被捐成了狗 大眼哥从地上爬起来之后啊 突然听到一阵哭声声音传来 他拿着手电筒 在院子里一通瞎瞅转的 果然看到一个小女孩 正躲在角落里哭得是泪流满面 大眼哥把小女孩带回屋里啊 正打算问问情况的时候啊 大眼妹刚好从楼上下了 大眼哥说 我刚才在院子里啊 捡到一个迷路的小女孩 大眼妹说哪呢 大眼哥回头一看呢 发现小女孩已经不见了 第二天大眼妹来到单位 领导眼镜叔把他叫到了办公室 眼镜叔说 你娘家那边啊 经常到尾 你晚上下班来得多注意 不然容易嗝着屁 大眼妹说 什么鬼啊 神啊 全是房间迷信 眼镜叔说 这个世界很奇妙啊 总会有你想不到 如果你押不信息 迟早让你交分票 到了晚上 大眼妹和大眼哥啊 开始在屋里掀查大 大眼哥说 你妹妹今儿一天的神情恍惚 没说一句话 该不会是来立价了吧 大眼妹一听 差点把鼻子气歪了 说这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你要想泡牛了 滚远一点好不好 大眼哥说 误会了不是 她是我小姨子 我关心关心她 有错吗 大眼妹说 你甭来这一套 你呀要是对我审美疲劳了 趁早说 我去找别人看起来 转场之后 大眼哥在院子里巡逻的时候 突然就被鬼给覆了身 他晕晕呼呼的走进房间 看到三个鬼啊 正招呼他打麻将 这大眼哥的排气再好 可跟鬼打牌 那能赢得了 加上已经被洗了脑 因此这哥们一上桌 就不停的慌慌 男鬼跟女鬼说 只要他赢不回钱 永远也行不了 由于罗大妈一直不肯就范 因此房地产老板龙套叔 带着律师来到了罗大妈家 打算跟罗大妈好好谈谈条件 大眼妹说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这房子你给多少钱 我们也不卖 这龙套叔刚想蛮干的 大眼哥那边两眼一放电 把他吓得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由于大眼妹总在半夜 接到搜索电话 这心里有点七上八下 于是他去向眼镜叔请教 大眼妹说 这半夜三更有人打电话 是不是阴间的亲人打来的 眼镜叔说没错 据说阴间那边的伙食不太好 我估计是想让你给他整几个菜 送个外卖 接下来是小甜甜洗白白的起 这姐们正咬着后槽牙搓泥的时候 突然听到外面有动静 他裹着浴巾走到门口 刚想看看情况就被鬼给伤 大眼哥和小甜甜被鬼附身之后 状态明显不对 这大眼哥竟然对大眼妹视而不见 当着老婆的面往小姨子嘴里喂饭 这房地产老板龙套叔一看 罗大妈的房子一直搞不定 于是便跟律师密谋 打算要了罗大妈一家人的命 到了后半夜 龙套叔的手下提着汽油桶来到了罗大妈家 准备一把火把罗大妈家给烧了 咱之前说过 这罗大妈家可是有女鬼看家后院 还没等这俩小子破汽油 其中一个就领了号饭 要说这鬼的办事效率就是高 时间不大 龙套叔和他老婆也爆了笑了 这眼镜叔发现大眼妹 最近一直的精神保护 于是便把大眼妹交进了礼物 说通过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个鬼来电 我觉得你跟你老公一定是遇见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我这儿有副高科技的眼镜 甭管你穿多厚都能一眼看透 而且你戴上这副眼镜还能活见鬼 到了晚上 大眼妹来到院子里戴上眼镜一看 发现大眼哥正摸着小女孩的头亲戚的交流 大眼妹急忙来到妹妹小甜甜的闺房 说你姐夫哥已经被鬼给封了身了 咱得想办法救救他 可听了大眼妹的话 小甜甜一点都不害怕 看到自己的妹妹如此的冷静 大眼妹算是彻底的不淡定 这时候她无意中扭头一看 才发现小甜甜也已经被鬼给封了身了 大眼妹说你赶快睡觉吧 我出去撒汪料 第二天一早 大眼妹刚走进眼镜叔的办公室 发现那个风水大师分头哥也在 眼镜叔说分头哥是我的忘年好继有 关系好的就像我左右手 大眼妹说你们俩的破事我不想听 我今儿来找你是寻求帮助的 我妹妹和我老公全都被鬼给封了身了 分头哥说罗大妈未迷那么多年 也算是业内的老司机了 我可以帮你妈咪原神出笑对付那个鬼 到了晚上 眼镜叔带着高科技设备 跟着大眼妹回到了家 眼镜叔刚替罗大妈通上电 罗大妈突然就哆嗦的花枝乱颤 紧接着一头栽倒在地就睡得冒入泡 然后很快就原神出笑了 罗大妈说今天的事全是你一手遭场 在三年前的今天 你因为跟老公吵架 就偷偷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了 你看见的那个小女孩 其实就是你亲闺女 正所谓解灵还需细灵人 如果想救你妹妹和你老公 那你就必须亲自去跟你女儿沟通 大眼妹经过生死的考验 终于得到了女儿的原谅 母女俩相拥而弃 场面非常的感人 眼镜叔说差不多得了 赶快想想接下来怎么办 罗大妈说你妹妹的事不大 凭我的功力就能拿下 关键是你老公还在那边打麻将 你必须在她的本命灯熄灭之前 把她的灵魂弄回来 时间仅任务重了 你赶快去救命 随后大眼妹和女儿来到了那边棋牌室 发现大眼哥的灵魂正跟那三个鬼玩的热火朝天 在大眼妹和女儿的帮助下 大眼哥终于呼了一把 三个鬼一看被破了局 于是急忙撒子聊 影片的最后 大眼哥的灵魂被成功解救了 而大眼妹的女儿因为错过了投胎 只能下地狱接受劳动改造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呀行吗 遇事一定在冷静 千万不要太冲动 夫妻吵架去堕胎 脑子绝对有毛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